我有自己害怕的事 你们害怕什么 怕蛇 怕黑 还是怕鬼 你们怕的 我都不怕 但我最害怕的事是 照镜子 因为每次照镜子 我看到的都是陌生的脸 没错 我整过容 十次十七项整形手术 那是个什么概念 就是你们今天看到的这张脸 眼睛 鼻子 颧骨 下额脚 下巴 全都动过刀 就像歌里唱的一样 我的脸 我的鼻子 眼睛 下巴 我的揪 我全都是假的 假的 包括耳朵 还好我耳朵 是真的 为什么要整容 说起当初整形的原因 其实真的挺让人难以启齿的 因为我 胸太大了 从十六岁开始 我就经常被人起一大堆奇怪的外号 走到街上的时候老被人这样指指点点 我没有穿过吊在山 没有下过水 没有游过泳 甚至连跑步都是件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我选择了整形 我希望能通过整形手术 摆脱腹肋 能像普通女孩一样 穿上漂亮的衣服 去过正常的生活 但我没想到 却成了我噩梦的开始 当绷带猜除那一刻 我看到的是发黑的胸部 因为乳腺组织的坏死 我必须每天进出手术室 仍受医生 用刀子在我身上割取组织的疼痛 因为伤口没有办法愈合 我四处求医 真的我找遍了所有的医生 他们都束手无策 他们跟我说 切除胸部吧 但是我那时才23岁 23岁 以后我要怎么活下去 我不知道 在我人生陷入最最绝境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道 韩国整形真人秀节目 里面有一个案例 跟我的情况特别相似 但是修复得特别特别好 那一刻我绝对我有救了 随即我报名参加了号称那一档节目的中国版 并且幸运地被选中了 我永远都记得 2013年12月9号 专家握着我的手跟我说 我可以帮你修复胸部 而且还要给你一张完美的脸 那一刻我真的 我激动万分 就像黑眼中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 可我没有想过要动我自己的脸 但节目组告诉我说 我们这个节目会在中韩两国最有影响力的电视台播出 然后我们会把你签给韩国最大的造星公司 推你出道 你就会像节目里其他的女孩一样 华丽蜕变 成为明星 就对于从小就热爱表演 再去苦于没有机会的我来说 简直是超级大乐透 那一刻我就被诱惑了 随后我经历了三次手术 我以为熬过了痛苦的恢复期 三个月 我可以拆掉纱布 像电视里演的那样 看到一个美丽的仙女 那出现在我眼前的 却是一张完全扭曲的脸 他们用听不懂的语言诋毁我 而我就像被扒光了衣服一样 流着眼泪 只能面对大家的指指点点 我已经记不清我有多少次想要自杀 爬上医院的窗台 又被妈妈拽了回来 我相信 以上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可能摧毁你 如果你还是想整个 当然可以 那是你的权利 但是我真的想问 你准备好了吗 如果 你想重塑脸型 那请你做好 至少要在脸上相入12颗钉子的准备 如果 你想要完美的下巴 那请你做好 双恶手术失败后有可能失去咀嚼功能 一辈子只能吃流食的准备 如果你想要双眼皮 那请你做好 有可能双眼手术失败之后 你的双眼无法闭合 只能睁着眼睛睡觉的准备 如果你没有准备好 那我劝你最好放弃 你不要以为 那些数前告知同意书上写的医疗风险 只是走个过场 那些经过你签字同意 白纸黑字的医疗风险 它真的会发生 并且全部发生在了我身上 如果 这一切你都能接受的话